欢迎来到巴巴娱乐亚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恭喜诚意凭借莲花楼入围亚洲电视大奖最佳男主 诚意在莲花楼里的表现简直是演技大爆发 他挑战一人分饰两脚 李湘怡的英气和李莲花的温和 切换自如 让观众完全沉浸在剧情中 特别是那些情感戏 他那欲言又止的眼神 简直让人感同身受 跟着剧情一起揪心 打戏也是一大看点 诚意的动作戏干净利落 每一朝每一事都透露着专业和力度 看得人热血沸腾 这次他入围亚洲电视大奖最佳男主角 还是大陆唯一入围的男演员 这不仅是对他演技的认可 更是对他不懈努力的肯定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演艺圈 诚意能有这样的成绩 实属不易 他的才华和努力 加上观众的认可 让他的演技和对角色的投入得到了完美的展现 我们期待他能继续保持这种状态 未来带给我们更多优秀的作品 最后 真心祝福诚意 希望他在演艺道路上越走越远 有更多的机会展示自己的才华 无论是电视剧还是电影 我们都期待看到他更多精彩的表现 加油 诚意 你的未来不可限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